金盔金甲 蛋黄袍 五搓成 盼甲韬 护心静 放光豪 撕鸾带 扎稳牢 于他尾 护当口 战群右拔 膝盖绕 红中衣 绣团豪 五彩靴 足下套 坐下马 明皇镖 踏山涉水 如平道 金霜捡 挂安桥 上阵林笛是捡法高 晃三晃来 摇三摇 兵剑仇 鬼剑袍 五上将 命难逃 卑躬待见 逞英豪 威风凛凛 煞气高 要问此宫的名和姓 姓秦名穷 自书宝 好汉的英名 四海飘 您各位好啊 我是昆仑流石 今天咱们要寻访的 是清代一位公主墓的遗迹 这位格格是乾隆老佛爷的四丫头 她就是何硕 何家公主 何硕 何家公主 这名字谁都听着耳声吧 可是啊 在二十年前 由她的故事啊 衍生出来的一部电视剧 那可真做到了人人皆知 万人空相的地步 有哥们说了 你说的是小燕子吧 不是 是紫薇啊 何家公主 在乾隆的女儿里啊 排行在四 所以呢 大家都叫她四哥哥 晚清的时候 也有一位有名的四哥哥 那是一筐的女儿 那可是晚清 慈禧太后身边 有名的一位大美人小寡妇 您要有兴趣听啊 您就留言区给我留言 或者呀把弹幕打在公屏上 我知道了以后啊 就做期节目 讲给您听 咱们呀 还是先说说这位四哥哥吧 四哥哥的生母 是乾隆皇帝的纯慧皇贵妃 苏家使 要说这位皇贵妃 她要多受闯啊 您到东陵去看看她的坟 您就知道了 格局上啊 都快赶上皇后了 四哥哥到了出嫁的年龄啊 这乾隆就亲自给她挑了一个好女婿 就是大学士一等忠永宫 傅恒的儿子 福隆安 自然呢 这福隆安呢 就是电视剧里尔康的原型 傅恒啊 有四个儿子 这四个儿子 他个顶个的牛 最后啊 这福隆安还习了爸爸的爵位 也是一等忠永宫 这官职啊 一直做到兵部尚书 而且还是军机大臣 公主跟俄妇的坟在哪啊 就在啊 现在的剑外搜后 八王坟往东走 十个路口 松宫坟村 松宫坟 原名啊 叫佛守公主坟 他为什么叫佛守公主呢 因为听说呀 这个四格格手有残疾 就像庙里的佛像 守在结印一样 如今的四格格坟 只剩下一座石牌楼了 说是火焰牌楼 这火焰宝珠啊 已然遗失了 就连这个柱顶的神兽啊 也残缺的只剩下了半个 公主墓的遗迹啊 实在是残存的不多 不过呢 我在附近的一个博物馆的门口啊 还真找到了四格格坟上的石雕 一文一武 两只石翁众 和一块归服残碑 这块残碑呢 体量不大 一看呢 就是额附的 在这块碑的碑纹上啊 介绍了傅美爷 扶龙安的生平 有人就说了 这傅察扶龙安啊 他有什么本事啊 他无非啊 就是有一个好爸爸 一等功父皇 好姑姑 孝贤淳皇后 好媳妇 何家公主 这样的人啊 还用奋斗吗 揪着这裙子和袍子的脚啊 就飞黄腾达了 其实不然啊 这碑纹上啊 他交代的清楚 这扶龙安呢 也是一级一级干起来的 开始啊 他就只是个小侍卫 后来呢 任过兵部尚书 公部尚书 李藩院尚书 和步兵统领 总管内务府大臣 这就能看出这皇帝啊 是绝对信任他 因为他不光管着内务府 还兼着九门提督 也就是说这乾隆皇帝啊 不但把自己的身家 就连这性命啊 也都托付给了 自己的这位姑爷 扶龙安在自己的四兄弟当中啊 那官做的肯定不如自己的弟弟老三 扶康安他 那没办法 那皇帝喜欢扶康安呢 不是有句传说 说这扶康安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吗 传说传说啊 我可不敢把这事说死了 可是在他们家呀 真正能够接复衡班的人 那就得是这扶龙安了 因为这复衡啊 是靠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中起家的 后来在朝廷中啊 处理大小金川善后事物的 也一直是扶龙安在负责 您看这块龟腹大碑啊 别看他体量不大 但是雕刻上是非常的精美 在这碑身的两侧呢 雕刻二龙出水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并且碑丹两边的神兽啊 也不一样 一边呢 雕刻的是海马 另一边啊 雕刻的是斗牛 不光是这些啊 您看这龟腹碧气的眉毛 雕刻的都是如此的生动有趣 咱们再看这两只石翁重啊 那就更有意思了 这文臣呢 是一副啊 八旗满洲的一品文官打扮 老照片啊 应该还能看到这文官的帽子 如今已经遗失了 整体来看 这是一副满洲一品文官的打扮 袍子下角 绣着海水江牙 坠着暗八仙的吉祥图案 前胸后背 绣仙鹤补符 是一品文官的制式 脖像上挂着潮珠 双手啊 托于胸前 左肋下呀 配着宝刀 我摸了摸 手上啊 还带着扳指 满洲的文官啊 也得有一些武将的荣装 象征着太祖皇帝 是以马背上得的天下 仔细看看 这文官的辫子 已然不是清初的鼠尾辫了 但是呢 也并没达到清晚粗大的程度 正符合清中期满族男子的法式特点 咱们再来看看这尊武将的翁重 那真是更漂亮了 一看呢 就是一员大将 头戴凤士盔 身穿锁的甲是内罩征袍 裤心静 盼甲韬 兽头的吞口再当腰 双手握着熟铜锦 煮在地上 真是威风凛凛的一员大将 这尊武士俑啊 最奇怪的 穿着是明代武士的打扮 和八旗的盔甲是有区别的 看着这尊武士俑啊 我也来了兴致了 我给您背一段盔甲字 您比较一下这明清两代盔甲的不同之处 金盔金甲 蛋黄袍 五五搓成 叛甲韬 护心静 放光豪 撕链带 扎稳牢 于他尾 护当口 战群右拔 膝盖绕 红中衣 绣团豪 五彩靴 足下套 坐下马 明皇镖 踏山涉水 如平道 金霜捡 挂鞍桥 上阵林笛是捡法高 晃三晃来 摇三摇 兵剑仇 鬼剑跑 勿上将 命难逃 卑躬带剑 逞英豪 威风凛凛 煞气高 要问此宫的名和姓 姓秦名穷 自书宝 好汉的英明 四海飘 得嘞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今儿四哥哥坟上的这些遗留石刻呀 我就跟您聊到这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谢琴的关注 咱们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